尊敬的崔友们大家好 这是文贵5月17号向崔友们报平安的直播视频 今天坐在这儿非常激动 大家看到我系个绿领带 今天心情是很复杂的 有重大的好消息 因为我们爆料不是为了仅仅爆料 也不是为了灾难 也不是为了痛苦 我们是为了解决痛苦 解决灾难 更重要的事情 我们是追求家庭的和谐 追求社会的和谐 还要追求国家的稳定 和国家的和谐 文贵此时此刻坐在这镜头前的时候 感慨万千 心情极为复杂 特别是大家昨天晚上 可能凌晨一点都看到了我的推 这个推当中让我呢 唉不冷静吧 这个文贵是个性情中人 性情中人 对待任何事情呢 确实由于我的成长 还有我的经历 对各种事情的看法是不太一样的 特别是从昨天 应该是从前天 昨天到这个几个小时以前 每时每刻都发生着 这个非常重大的事件 还有我人生中 各种可以说 事情连接在一起的一种结果的发生吧 这个有喜有忧 有担心 有痛苦 更有喜乐 这个今天就像我 我觉得又像再生的一次一样 中国有句话呀 叫做久别圣星婚 久别圣星婚 我觉得我昨天晚上又结了一次婚 结了一次婚 这个大家能明白到 昨天下午的时间 昨天下午的时间 也就是两点钟的时候 我的妻子月庆之 和我的女儿郭美 我们的郭大 这个来到了美国纽约 和我相聚 这个非常激动 哎呀 这儿 哎这挺好 我这助理也学会了 赵元这个和叶宁律师的本事 提前准备好纸巾了 多我一直都有了 没事啊 这个幸福的眼泪 幸福的眼泪 高兴的眼泪 这个 成了眼泪锅了现在 不是 不是这个 不是这个反腐锅 不是锅气条 成了眼泪锅 这个与妻子 这个将近三年的 这种相聚 与女儿的相聚 昨天啊 和前天实际 极为 难以平静吧 因为本来是13号来呢 后来由于这个 各种手续的办理吧 这个改成了这个 改成了昨天 因为呢 中间很多变化 因为我中东的合伙人 还有这些国家的这个领导人呢 说好17号 是到纽约和我妻子女儿相聚的 但是由于手续的问题很晚 后来在老领导的权力协调下 这个而且老领导向这个有关主持做了担保 让我这个妻子女儿 这跟我相聚和我的朋友相聚 这个没有老领导的这种权力协助和个人的担保 他们还暂时来不了美国 哎呀这个 从前天就没怎么睡觉 这个情绪就难以稳定吧 这个 很难 这种感觉真的非常困难 然后我和我儿子呢 一直就在大厅里边转来转去 这个 这个 从地板上能走七八个小时 这种感觉 每一步 我都觉得嗓子眼都是堵着慌 每一步 哎呀就想飞机飞到哪了 到哪里了 这个然后呢 电梯一想就一哆嗦 电梯一想就一哆嗦 然后呢 看到推友们的关心和担心的时候 我回复 不知道说什么好 就是有话不能说 对这个捂住嘴掐着脖子的感觉 后来这个 妻子和女儿 出现了这样 我没有去机场接她们 我怕控制不住 我和儿子也没有去 都在家等了 结果一上电梯以后 哎呀 我们真的是 好像真的是生死相见一样 我觉得 就从这个一个死亡的世界 又到了一个生的世界 那种感觉是 这种感觉真的我不希望 所有的任何中国同胞 再有这样的感觉 特别是我妻子 真的是 我很难想象她这几年经历了 这么多事情 还变成这个样 我的女儿承受了 不能承受之重 不应该承受之重 而且我的妻子 这个 这种感受 所以 我今天必须要和网友 和推友们报告 所以刚刚我给老领导说 我要向所有推友 来分享这种喜悦 因为 在这些 从我开始爆料到现在呢 很多推友都在呼吁 让文贵和家人相聚 这就是我们推特世界的力量 这就是我们推特世界的温暖 就是 在这个事上连五毛都不攻击 五毛也有人 他有爹妈 他有女儿 他也不想作孽 在这点上 我们是高度一致 那么推特世界里边有温暖 就是我从这句话开始 因为推特世界里边 有了各种这样那样的争议 可是我们推友们 在这个问题上都是一致的 都在呼吁着 文贵能和家人相见 和妻子女儿相见 这种感觉 只有推特世界有 所以 我们要珍惜推特世界 我们要珍惜推特 给我们带来这种力量 正能量 大家千万不能叫我眼泪鼓啊 这个我是最讨厌的 所以说我们家 现在和儿子 女儿 妻子 今天 我们在一起 昨天我们坐在一个桌子的时候 哎 郭美 把那个 那拿走呢 你去看 我说你拿外面去吧 这个今天 我这个直播前 我的妻子给我 给我这个 这个 这个打开了 旁边这个灯光 这个女儿子旁边看 她从来 我妻子不看我节目 我儿子从来 不看我节目 我女儿看 但是刚才 她来看了一下 这个 我女儿子从来 但是呢 我记得第一次看我坐在这儿 在上节目 她很难受 非常难受 她知道我的性格 这绝对不是我追求的 也不是我想要的 但是呢 时事把我放在了这个位置上 我要给她解释 这个 为什么上这个节目 然后呢 在推特世界里面 我遇到了什么 我会慢慢给她解释 从这个事情上 我让我深深的感受到 就是真的 现在的文明的时代 科技和信息的时代 这股力量 是任何人阻挡不了的 昨天 凌晨两点的时候 我上推的时候 我发现了 已经有推友 在上面给我发信息说 希望你好好地拥抱 你的妻子和你的女儿 我非常惊讶 这个 为什么这个 我们说好的保密的事情 怎么这推友都知道了呢 后来发现 这个推友是首都机场的 是贵宾室的 而且呢 是跟我们家认识的 而且也有昨天 做这个 因为他们坐的是航班来的 这个图整舱的服务人员 有认出了我妻子和我女儿了 所以说呢 这推友都特别特别关心 让我特别感动 而且呢 给我发了一个特别 祝福 和让人暖心的话 我再次文队表示 衷心感谢 那么 过去的几天来 这个 我一直在盼望着 与妻子 女儿的 这种 相见的感觉 非常幸福 也非常心酸 这本来家人就应该和我在一起 我们分别两三年 这个相见那种感觉 真的是完全无法想象 然后 昨天我去这个洗澡间的时候 这个脱衣服都不好意思了 这个 因为两三年没见妻子了 这个 这个妻子呢 最起码我妻子 这老了十年 衰老了十年 就这种折磨 这种 这种心灵的折磨 这简直真的是 慢性自杀 所以说 我是人的 在一个社会上的和谐 幸福 和稳定的社会 和开心 它比钱重要 比权力重要 它比名义重要 因为它能给人 所有的一切一切 我的妻子真的是 没办法 这个想象的这种 摧残 瘦了我 无法想象 它一米七四的个股 现在瘦了九十多 剩了九十来斤 它过去都是在 一百零 一百零三 一百零五 现在瘦了十几斤 将近十五斤 非常非常瘦 精神状态特别不好 我的女儿呢 反而是 一个小姑娘家 是一个搞艺术人 完全不懂任何财物 也不懂管理 结果是学了 背逼去管理 我看我女儿一说话 言谈句实 我都傻了 因为这个婚姻 一下子变了一个人 后来听他们被抓起来 被关押的情况 这种愤慨 我真是在这儿 我没办法行 这是昨天晚上 我发那个推特的一个主要原因 我难以想象 我真的难以想象 大家去想想 当你们的妻子和女儿 被关押或两次关押 然后告诉你被关押的时候 这种感受 你去 大家去设身出地的想一想 我真的是没办法接受这个事实 而且最重要的事情 我这妻子坐在这儿 还不到半小时就跟我说 她要准备 二十天就要回去 因为是老领导担保 他俩出来 他俩必须要回去 而且呢 老领导保证自由出入 但是不能不回去 我没有上次不回去的意思 但是他们这种言听计从 绝对讲信用 还到了这个自由的世界 还没有半小时呢 就要回去对线承诺 要考虑到家人 不是受到威胁 他说我们也不回去 把人家担保人给毁了 对老领导没法交代 还有家人就受到再次威胁 你说我这种复杂的心情 这不就像吃了人食丸一样吗 没问题我们守信用 但本来就应该自由出入 又为什么要 你说把人变成这个样子 后来 当我知道了一些细节以后 作为父亲 作为丈夫 我真的非常的惭愧 因为是我给他们带来了这样的压力 他带来了这样的痛苦 本不应该发生的事情 而且这种痛苦会不会再次发生 文贵真的是没苦 这就是为什么我昨天发推 我向大家说 这种感觉 这种痛苦都像吃了人食丸一样 真的是让文贵感受到这种 全身上下都觉得炸了有一亿个针一样 这些针就在慢慢的往我身体里扎 我真的我从脚子盖到后背 我都感觉到这种针和疼痛 我觉得我的后脑勺一直在痛 然后看着我这个瘦成皮包骨的妻子 躺在床旁边 哎呦我这两三年了独守攻防 独守攻防 我每次就睡在三分之一地方 这个没有超过三分之一的借骨 原来我都睡一半以上 现在突然看到妻子坐在旁边 这种复杂的心情 我就在想 中国有多少家庭像这样 多少家庭 看着我女儿这种 完全成了一个另外一个人 这个社会 世界 灾难 对人的性格的改造 对一个人的这种物理性的改造 这个身体上的改造 这简直是无法行的 任何一个人都无法想象 就我们家招出这个错 我现在想到这个傅政华呀 这个人呐 这简直就是魔鬼 魔鬼 这是魔鬼中的魔鬼 这个傅政华 这个很多事情 很多事情 我都没有说 因为我的妻子女儿 还有我的家人 这受到了各种威胁 比如说 这个傅政华 在这个抓捕当中 去了两大卡车呀 一百多个特性 何枪使得 何枪使得 抓我们家人 抓我们家人当时是17个 包含我儿子 结果儿子在抓捕前来 不到40分钟或20分钟之间 我儿子 在我接了我电话 有朋友给我打电话 让他们离开 我本来让我妻子 让我女儿 让我哥哥 让我这个儿子离开 结果是说我爹我娘走不了 他说咱也没什么事 有什么怕的 我哥哥也不同意 所以全家都不走 最后就让我儿子 凌晨4点钟去了机场 坐了7点那个航班 离开了 结果飞机起飞后的20分钟左右 有说20分钟 有说40分钟的 就是这就边控对我 那天的名单是抓17个人 结果抓了我们家16个人 全部是 一百多个武警 合枪实弹 然后用16台车 分别拉着 戴上头战 然后我们的人 被拉在那个酒店的 总统套房里 一个保安 就几个人 就是轮流地打 就把孩子腿打过来 西湖打碎 另外一个孩子 在这个地下室 就打了将近一个多小时 孩子快打了蜡要头 就是扔着打 踹着打 使劲打 就是扔东西一样 就是打 你不是盘虎吗 你不是牛吗 我弄死你 我弄死你 你能怎么着 打完以后 再拿出一把枪 扔在他身上 说这把枪就是你的 必须签字 这就是你拥有的枪 因为当时抓捕的时候 说我们涉嫌黑社会 说这把枪扔在身上 你必须扔这把枪是你的 我们这个保卫部的先生 这个这个小伙子 叫曹金龙 被打烂了这孩子快 现在孩子基本上傻了 另外一个孩子 这种造房那个 就是给我母亲 照顾我母亲的人 啥也不因为 就因为在抓的时候 我大哥穿那个背心太冷了 因为1月10号 就把一个小棉袄脱给我大哥 他说你牛啊 就拉到总统套房去 就是把孩子打残态 孩子基本上也废了现在 然后我才知道 就很多人现在 基本上是神经不正常 我的六嫂子 我的六哥 我四哥 四嫂子 我的大哥的女儿 尹婿 这个小孩子 包括那小女儿 现在都是开门生的孩子 就是这种恐惧 已经无法从他们生命中拿走 你少吃一口饭 可能未来能补上 但是这种恐惧无法 昨天我看到我妻子我女儿 全身上下 每个汗毛里面都透着恐惧 那种迷茫眼神中的恐惧 家庭政治学里面最重要的一条说 当这个家庭有恐惧的时候 这个家庭将不会有希望 当这个家庭有背叛和欺叛的时候 这个家庭不会有幸福 当这个家庭受到了来自社会上巨大的威胁的时候 这个家庭只有两个方向 一个是四分五裂 一个是仅仅团结在一起 我们的这种中国社会 绝大多数家庭受到威胁 是四分五裂 没有说团结在一起 因为外来那股力量太大了 你根本没办法 没办法团结在一起 谁能抵抗人家的 那种被打的 那种来了五六十台车 是不是 一百多个干警 带着钢盔 那武警是对付谁的那武警 对付那应该是 防卫案件怎么抓老百姓呢 挟入你有这个职责 一百五六十个车里面 几大客车 然后把那些女孩子呢 就是往死的踹 用脚往脸上踹 踩在脚底下 傅政华先生 我真的不知道他是人呢 他还是魔 就在抓这个之前的前一星期 傅政华的弟弟 傅老三 约了我六哥 到了这个桑拿房去 脱光了 在桑拿房里面 还给我六哥提出 因为这个我一直这个料没报 我都留着呢 我不能都报完 我不能都报完 这个说 当时他想要方正证券的说 把福利友抓起来以后 我们一旦当地大股东 要求要方正的一个金融牌照 他想要保险的牌照 他在里面说 不管你们家是谁 怎么抓起来 我们会把你救出来 现在你就要签文件 把这些牌照给我 你去想想 傅政华先生 在短短几天后 一百多个武警 特警 架着什么冲锋枪 手枪就去开到我家 把我全家给抓了 我儿子侥幸 托得以后 否则 你们想想这后果是什么 就是我要是当时被弄住了 我不是说是徐明和李明 我连徐明和李明的待遇都可能没有 因为他们还活了一段时间 我估计当天就被弄死我 那枪扔在我们的员工身上 让他承认这枪是我们的 那要是我在的话 他就拿枪把我打死了 那就说我是袭警了 所以说傅政华先生 我跟他的事情没完 任何情况下 没得和解 如果傅政华不能服法 傅政华先生 他的事情 没一个公平 没有不受到依法 我说在依法的审判 中国的所谓反腐 所谓反贪 那根本就没有半点供应性 不管他后面是谁成的 天王老子 我也会跟他邓高低 我明确向北京 各方面我传达了信息 在任何方面我都可以给你们 咱们可以商量 没问题 在傅政华 还北京专案主 刑侦队 对我家人这种虐待 这种非人性的折磨 把我们四五十的一个女员工 给关在一个小屋里面 几个人收身 拿着枪往阴道上锁 这事绝不拉着 我今天说的话 我希望在第三方公正的 在有关领导指定的 专案小组工作下 对我所有说的每个字进行调查 应该公主于重 我说的如果没有 我应该承担加倍的责任 最严的处方 如果有 如果傅政华先生 他这样的一个办案 这样的敲诈和黑社会的 这种方式来办案 这种灭口式的 对家庭这种重大的打击 这是要没个说法 国将何国呀 国还有法吗 国是谁的国呀 法是谁的法呀 任何一个国家和社会 核心的价值 它就是家庭 特别是中国我说了 它是宗教 任何一个国家和体制 政治体制 如果开始拿家庭 来作为威胁 绑票 那这个国家 叫不可能有前途 一个社 一个社会 特别是中国 稳定的基石 就是家庭 可是过去的五年 将近 一千万 九百七十万 九百六十万人 受到了关联调查 和协助调查 和被抓 这九百多万个家庭里面 它牵扯到几千万的人 这几千万人家庭受到了威胁 和类似于我们 和超过我们这种 非人的这种虐待和措施 牲畜都不如啊 猪狗都不如啊 完全是 连非洲的钢国 啊 钢比亚都不如的这种法制环境 对人性的这种秘密 如果这个社会这样的家庭 怎么会稳定呢 任何学过政治学 任何学过社会统治学 都明白一个道理 当这个家庭的基因 被打破的时候 社会的动荡和社会的重大的 这个不稳定 就会到了甚至是革命 甚至是流血的革命 我们这个家庭的遭遇 我的母亲昨天才回去 我昨天我太太跟我说 我特别难受 她说她不能去告诉我娘 不能你走不前去看她 因为她刚做完手术 然后说做完这个眼睛手术呢 说一哭 她要吓唬我娘 说你要是哭的话 你的眼睛就吓了 我娘说 那要是你要确定哪才走 你千万别跟我说 我该控制不住了 所以她去媒体见我娘 你去想想 大家你们的母亲 你们的父亲 如果这样你们是什么样的感受呢 所以说每个人 都在这极度恐惧 我的女儿 我的妻子出门上大街上 非常害怕 害怕被这些盗国贼们的利益集体 找这种用下散烂的办法 把他们给毁 给伤了 给杀了 制造车祸 他们听到说太害 每个人都警告他们 而且他们特别害怕 来自于各个方面的威胁 恐惧 各个方面的人 更重要的事情 这种恐惧 他们在那家 老觉得抓人的那个声音 门 有人开门 敲门 一听到马路边警声 警车声 他们都干过恐惧 我们全家人 所有的员工 全都这样 警车一去盘古 我们员工有几个 这又发生什么事 几年来 这还生不如死啊 生不如死的感觉 一个社会的家人 到了生不如死的时候 这个社会会什么情况 我们的很多推友里面 都在研究 文贵爆料 是怎么的 爆啊爆啊爆料啊爆啊 推友们 大家去试声出去 写一想 像郭文贵这样促行的人 有一个敢站出来爆料的 有一个敢讲真话的吗 这过去几十年发生过吗 有吗 几十年没有郭文贵这样事情发生吗 没有被这个以黑反腐的人给反了吗 没有以贪反贪给受上待遇吗 当然有 谁敢站出来说话吗 谁敢呢 现在这些利益集团盗国贼们 对我家人员工的威胁 是超出了所有大家向上的 我今天给老领导说 我说你拿出了2014年一张 我妻子的照片 我女儿照片 你再看看我妻子今天的照片 和我女儿今天的照片 你们对他们精神上肉体上打击成了这个样子 你们的孩子 你们的家里 你们会 如果他你们身上 你们会什么 我跟你相向而行 往你的方向而行 我们的方向呢 这就是我说北大 一个精神高地 你们的法律系培养 想说张学冰这种玩弄法律 吃了原告吃被告 和这种司法人员一起敲诈当事人 然后像猪猫玩传优优的人 都变成了贪婪的这个设计人士丸的人 张学冰 张学冰你们的北大的律师 集体培养出了一批残害老百姓的帮手 你们不去尽了权力的核心 但你帮着权力的核心 打压人民 欺压人民 还让我们捐款骗捐 你们这种权力的傲慢 以为你是北大就是中央的这些领导的这家人的 你也连小色都不如 你就小色呗 你们就开始也欺负老百姓 尚有这些政治局委员 还有这些傅振华这样的黑警察 黑司法 再加上你们这北大培养的 以律师为手段的这种打手 老百姓还有得活吗 私营企业家有得活吗 私营企业家没文化 你们用法律用关系 就把这私营企业家 还有所有的社会 这种司法的资源全部垄断 怎么有公正 怎么有公平 走得活吗 私营企业家老百姓打得起官司吗 上哪去说理解 法官 检察官 警察 不是来自北大司法系 就来自北大的关系 各省领导政法界 要么就这学院 纳学院 都是利益集团的 老百姓咋的活呀 709律师 除了被同行 所出卖 还被同行 什么都把 不是说这个公安要弄死你们 同行号都把你们都弄死 牺牲你们的 这个社会到了何种的扭曲程度 何种的扭曲程度 我今天在这说实话 郭文贵爆料 没有人都把你脉全能 没有人脉全能 没有人脉全能 我可以告诉你们 不是一千万人上街 我真想跟 真的和当局的人试试 咱们在发布会上试试 我要拿出几张纸来 不是一千万人 甚至上亿人 除非这人们真的是完全不要自尊,完全不够家人的死活。 我要把一些视频给放出来,不要说你傅振华一个人, 你傅振华你的两个小老婆,你的所有家人, 你玩过的女警察,这多少人自杀呀? 其他我就政治局的,常委的这几个人,我就不说了。 我给老领导承诺,我不说就不说。 我要说的不是天翻地覆,不是地动三脚,全人类上都会诅咒你们。 我妻子和女儿很快会回到北京,一定兑现牛页。 我们出来了,我们就会去。 给这个专案主和老领导承诺,特别是我们就为了老领导的担保,一定会去。 能处到这点的人,谁敢开北京? 我妻子和我女儿,这种勇敢和正义是讲信用, 让我感到真的是很精彩。 我也必须听他们。 但是,我对他们这种愚钝、天真和被这种教育的, 这种已经奴化了,我感到悲哀。 我的爹妈,我的家人都在北京,都在国内。 我妻子的家人,她父母都在了,姐姐哥哥,姐夫,妹妹,孩子们都指望她,都在中国。 这不就是被绑架了吗? 这不就是被绑票了吗? 当一个国家开始绑架人民,绑架家人, 以家庭作为一个肉票的时候,是什么样子? 傅政华呀,她就是玩透了这种。 但是,我说实在话,所有人,绝大多数还都是好人,为什么? 最近我收到了各个种种的信息。 我真不知道谁,都是痛恨傅政华等人, 傅政华和江良栋副局长的专案主, 和刑医的这些,整个人处不如,处得不如的这些人们, 他们恨死了。 他们说他们不能代表我们两百万警察, 他们不是我们两百万警察的代表。 郭先生,你不能这么说, 我们可以跟你一起来寻找司法的公正,揭发这种腐败。 傅政华绑架了这个国家,绑架了这个国家机器。 江良栋和刑医总这些人, 所做的各种上进天亮, 弥灭人心的事情,令人发誓。 绝非一亿也非一百也非一万, 我们的高于律师,我们的709律师, 我们的雷洋事件, 我们的现在北京一个个的县立临的这种, 李明事件, 曲名事件, 还有能挽回的机会吗? 雷洋能活过来吗? 所以昨天我妻子跟我说, 你不要有任何的伤心, 咱们毕竟见面还活着呢, 人家那些人连命都没了, 人家家人怎么办? 我这妻子善良的把让我感动, 她总是这样。 但是这种善良, 你不觉得非常的悲哀吗? 能活着, 咱就应该感觉, 本来我们就应该活着, 这是父母给我的生命, 上天给我的生命。 可是, 傅振华先生, 你有孩子, 你有你的几个老婆, 还有小老婆, 你也有父母, 你有弟, 你就没想过这些人也是人吗? 你掌握着这种大量的这种司法, 这种资源, 你把老百姓连猪都不如, 傅振华先生, 在每个酒桌上都爱谈一段故事, 就八九的时候, 你在北京市公安局, 如何被六四的学生给打到车上去, 然后把头盔打到窟窿, 然后你撤回到北京市公安局, 这是你每次在公安政法讲课的时候, 如何讲出八九六四, 你把多少学生放到, 然后你怎么开始开的枪, 我都没跟你讲过, 你八九六四的所作所为, 一定也会跟你算账, 你靠八九六四镇压学生, 你作为警察先开枪, 你在丰田天包上挤进去, 被围在那儿, 退回到北京市公安局, 这成为你上升的政绩, 也被中央领导任命你为可信赖的, 可信赖的, 公安好干警, 这是一个重要的基础, 但是, 天下是有轮回有报应的, 一个社会的稳定的基石就是家庭, 家庭稳定的基石就是母亲, 就是女人, 你对女人如此是不尊重, 你对人性是如此是健大, 你对司法是如此是蔑视, 你享受在八九六四, 那个美好的流血的故事, 铸就了你今天的公安部常务部长, 和你要当政法委书记公安部长的野心, 这个国家能让你走到今天, 就是国家的恣辱, 体制的失败, 为什么黄晏能和你一次次的在一起, 能为你的哥们兄弟批项目, 能为你的兄弟改规划, 为什么潘石屹这样的人, 中纪委的哥们, 视你为奉上民, 不就是用你非法的手段, 去调查别人吗? 利用中纪委的这个, 什么都有能干的这种权力, 加上你的这种可真心可上的手段, 然后和潘石屹一个地产商和黄药在一起, 你们改回规划容积率, 不行就抓人, 然后中纪委又保护你, 这是一条龙的作案啊, 一条龙的对国家的机器的蚕食啊, 你们喝酒前, 先讲哪个领导, 哪个领导是哪一派的, 然后讲要爱国, 然后讲要终于领导, 最后喝到一半的时候, 就是终于姓, 黄晏可以怀孕的小手就又拿出来了, 你们都叫哥们, 终于哥们, 忠于利益, 忠于你们的团体, 北京城长安街东西, 你们的车辆每天晃来晃去, 都在干嘛呢? 这是你傅振华先生的名言, 你每天从长安街落去的想, 这么多车他们在干嘛, 无非是三件事, 为了官, 乌纱帽, 而奔跑, 为了关系, 让自己的这个丑闻能折盖得住, 而奔跑, 为了性和钱才奔跑, 这是你说的, 这是你说的, 你搞懂, 搞懂了北京的官场, 但是你没搞懂一样, 不管多大的政府, 多大的省, 不管你两百万干警, 还多少干警, 你在十四亿人民面前, 你什么都不是, 你两百万干警, 你一百万军队, 加一起你五百万的这些人, 你不过都是十四亿人民的子女嘛, 你还属于人民的一小部分嘛, 当人民走向街头, 当人民振臂高呼, 不会再像六四那么傻了, 等着你们开枪, 站在大街上, 不回家两天, 你们都会投降, 我不相信你们能把长安北京城的六百万车辆, 你全都烧了, 如果八九六四当时让我组织, 不会那么愚蠢的, 就把车停在所有大街上, 停两天, 然后再不兴把自己车点了行不行, 就让你傅政华出来给他打扮, 怎么抓这七九九居士, 雷洋怎么死的, 高于女士怎么回事啊, 这些九百多万的这个腐败当中被抓的人, 家庭钱去哪儿了, 珠宝去哪儿了, 自画去哪儿了, 车辆去哪儿了, 他们家人受到了什么样的指控, 是谁下的令, 银行那钱去哪儿了, 北京这个几亿平方米的房子, 都是谁的, 大家查查窗户去, 查查产生证, 把北京民生银行, 西城区的所有账打开, 西城区分行, 他家伙, 西城区可是一个腐败的老国啊, 现在要出中央领导啊, 要掩盖继续的腐败啊, 所有的崔友们, 你们绝对不知道, 盗国贼, 我说盗国贼的意义, 盗国贼是要控制这个国家未来二十年, 这些盗国贼们, 只有侥幸, 只有狂妄, 不可能有半点的善良, 不会有半点的人性, 绝不会以为你老百姓能做什么事。 在他们这些眼里, 在酒桌上, 一说话, 这鸭军于农民, 这农民就是猪狗, 这鸭军就是农村出来的, 就是你考上什么大学, 你不管哪来的, 就是你就是农村来的, 你就是个草本, 在北京城还有一批, 像傅任华的说北京话的, 那你就是个外地的, 就是傻叉。 这种严重的血统论, 无知的血统论, 傲慢的权力论, 深植于这些长安街, 这些绑架了国家机器, 盗取了国家机器的人。 这些崔友们啊, 都在说这个说那个, 你们去做, 给文贵弟子弹, 我再次说, 你给文贵弟子弹, 我有一万个文贵也帮不了你们, 你们的妻子和女儿, 都会像郭文贵下场一样, 他们的月清志和郭美的爸爸, 和他们的丈夫, 还是一个这么牛的人, 混到今天, 你们能像郭文贵这本事吗? 有这个勇气吗? 有这个智慧吗? 有这个智慧吗? 有这些智慧, 勇气比郭文贵多得多了, 那你们敢吗? 给文贵弟子弹, 你给你自己弟子弹, 不要给文贵弟子弹, 我不需要你们的子弹, 我们要站起来, 要敢一说不, 否则你们的妻子儿女, 姐妹, 就会像我的妻子, 我的女儿的这种下场, 像我弟弟的下场, 开了枪不让你致命, 看着你死, 医院看着你死。 你告诉我, 崔友们, 仔细观察, 观察你周围, 你的油, 你的治病, 你的银行, 你的安全, 你的荣誉, 你听到的话, 都被谁控制的? 你没有一样说了算, 你能告诉我一样说了算? 你连生之气, 你上传也说的不错。 你要敢说, 你什么说了算? 大家去想想, 什么你们说了算? 上街, 警察, 交警, 什么个理由, 随便理由, 可以把你搞定。 随便理由, 像雷洋一样, 被淫乱, 被调查。 可以像李明一样, 开着警车, 傅振华去, 24小时, 让你消失, 弄死。 然后就说, 在审问当中, 打针打死了。 进了看守所, 可以摔摔死, 左猫就死。 骗女的钱, 泛雅的事情, 是不是? 这个医术宝的事情, 骗你几百亿上前去, 骗了啥的? 有法院给你做残局, 法院我们家的, 说着算。 这老兵, 青春献出来了, 不行, 当地收拾你。 再像那个老兵跟我说的, 骑上摩托车, 被人家给踹了草堆, 一顿个胖打, 然后拿女儿做威胁。 这不是以黑治国吗? 以警治国吗? 一个家庭, 受到了这样的威胁的时候, 我的家庭, 我奋斗了几十年, 用鲜血, 我的弟弟的鲜血, 用我每天二十个小时的工作, 让我为中国创造了几百万的平方米的完美的建议, 我死也带不走, 我哪也移不走。 为国家有六万多个员工的工作机会, 拿了几百个亿的税费, 不是管税费, 税费我说, 工作了几十年, 我就落到这个下场。 崔友们, 你们都变成郭文贵以后, 你们能向郭文贵的下场, 如果落到工程下场, 你还能活下来吗? 我是侥幸中的侥幸, 是上天的。 上天睁得眼了, 文贵没有作孽做到家, 我说躲过来命, 我儿子躲过来命。 妻子半贪费了现在, 女儿现在已经这么小, 都抑郁症, 自闭症都是这样。 我爹我娘, 我爹已经不能动了, 我娘这座椅都不能动了, 我这哥哥已经半神经病了。 我这几个嫂子都是半神经病, 我这几个员工, 昨天这个, 谁说, 这说不了, 我的这个老员工赵广东, 六十多岁, 干警察出身, 被打的是最惨, 就是让他要, 要说我跟他, 我们是黑社会, 就是一直打, 几个月, 也跟我的好哥们, 车峰先生关了一起, 车峰先生也被打了, 几个月, 拿他儿子, 拿他老婆做微信, 最后让他前查了一天, 我现在怀疑车峰先生, 我没活着, 头两天我都梦见他, 梦见他以后, 一直跟我喝酒, 不说话, 老举杯, 我醒来, 特别特别难受, 我们这个赵广东六十多岁的, 被他妈给打成那个样子, 我的其中的一个哥哥, 消失了几个月, 不知道, 他在看守所里面, 没有衣服, 啥也没有, 也不知道送钱, 因为他的名字是高度级密, 大冬天有几个月穿这个脱鞋, 后来, 这个是大连的, 这个副市长, 刘乐伯父长, 官网局长, 这个发了灵敏之心, 我很感谢他, 给了很多特别的照片, 还有他的秘书, 允许我哥在看守所房间里面, 在八步之内, 每天走上个十几岁, 太多事情了, 我真的, 我觉得我说每个字我心都在疼, 如果我们这些哥哥和我的员工都犯了罪, 我这个赵广东犯了罪, 我的吕涛犯了罪, 我的杨莹犯了罪, 活该啊, 你犯罪了, 犯罪按罪人处理, 按罪严处理, 无可非议, 我不认为他们有任何罪, 有任何罪, 为什么要等三年不判呢? 李友的人, 五罪四法, 十六个人当听释放, 弄了国家上万个亿啊, 瘫了几千个亿啊, 五罪四法啊李友啊, 在里面李友, 被关押的那些小情人们, 还在给里面许弄, 出去送爱马仕包, 还要到九寨沟旅游呢? 当然了, 他们去九寨沟肯定, 王人哥要啥, 于律同志就不赔了吧? 你说这个, 这是个什么情况? 这是个地狱啊, 地狱也没那么可怕啊, 他让人变成这样的, 无知, 让人变成如此的呆傻, 让人迷失了方向, 甚至没有了自己。 这种恐惧, 不仅在血液里, 他还传染, 传染给所有的亲人, 然后这些亲人被传染以后, 再传染给其他人, 然后都得了抑郁症。 老的死呆了, 下层中风啊, 这个年龄再大的, 下层呆傻甚至要命, 中年的变成精神病, 小孩得了抑郁症。 这个社会不就成了真正的有病的社会了吗? 这不真的明镜先生在美国国贵山说证说对了吗? 说中国病毒啊, 这病毒传染啊, 传染全世界。 我们这个民族十级人, 都变成了精神病, 抑郁症, 自闭症, 无限过散, 还有维稳吗? 过去八年来, 中国的维稳经费, 每年往上翻一倍。 任何一个过去的警察国家, 或者说一个政党国家, 当它维稳肺一再提高的时候, 那就是到了脆断的时候。 当你维稳经费, 跟踪上, 和社会上的老百姓的反弹, 形成了相对值的时候, 就会形成脆断。 这是永远不变的规律。 为什么我说, 傅政华等人这是盗国贼呢? 因为是因为傅政华这样的人, 才造成了社会上这种中国式病毒, 和大幅的这种社会, 大幅的这种社会矛盾的提升, 然后相对的国家维稳经费的提高, 然后是变最高的接近了, 那个社会上脆断值。 这就像GDP是一样的, 现在中国是9000美元, 还属于一个拥有民主和法治社会的初级阶段, 必须一个社会达到1.13000美元的时候, 社会上才具备了蓝领阶层, 和最高阶层和底层的一个科学的阶层, 具备了民主、自由和三权鼎立, 和法治文明的最佳的时间。 这是为什么我说, 现在推动以法治国, 我们还需要十年达到1.13000这个GDP, 但是跟这个GDP相同是成长的, 你必须具备三个条件, 就这个社会上给你机会到达1.13000, 之前绝不能具备就我说的维稳和社会矛盾和维稳费, 达到了那个军职脆断的军职, 那就瞬间就崩溃, 你没有1.13000的时间。 9000到1.13000开始进入了危险期, 1.11000到1.13000到了最危险期。 这也是为什么, 我说中国在未来5到10年绝对不能乱, 习主席绝对是最重要的, 因为只有习主席, 他这个年龄, 他这个身体的健康和他的勇气, 谁敢像他这样做的事情, 他敢拍板, 敢做, 敢承担, 才能让中国最关键的9万到1.13000, 这是文贵的思考。 我很无知, 没文化, 但这是我的思考。 我当然相信我的思考, 我不需要任何人去承认, 不是说, 所以我按我相细的事情, 我去做。 可是前提是, 绝对不能在1.11000到1.13000之间, 或9万到1.11000之间, 实行了脆断。 但是, 现在我们看到的事情, 这个社会的发展, 正在往脆断那边走。 我这样的人, 在中国有万万千, 他们现在如果像我一样的恐惧, 家庭受到这样的威胁, 他们会把钱继续留在中国吗? 不都前进美国了吗? 把儿女前进美国了吗? 把信心前进了美国了吗? 我们还有1.13000吗? 没有。 维稳大幅提高, 我们靠什么钱? 没钱了。 这就图尼茨事件就发生了, 埃及事件就发生了。 我们当然不能回到那个时代。 图尼茨,埃及我有很多朋友, 都是最高层的。 他们每每谈起他们这些年发生的事情, 他们都是在讲中国领导的一些托克威尔的书, 托克威尔的书都说烂了, 都说烂了都, 几个懂托克威尔的。 最重要的一句话, 就是经济的成长和人心的安全稳定, 必须相匹配。 当这两个不能匹配的时候, 经济的增长的快速会加剧了这些人反对你, 推翻你。 这就是法国大革命的根源。 今天的咱们社会环境, 我的例子不就证明了吗? 经济在飞速发展, 大家极度不安全。 这不就是这个结果吗? 头两天我一个上海的朋友, 做地产赚了点小钱吧, 然后呢带了一些钱, 平衡完以后也算不小的钱了, 有几十亿人间币。 第一次从他嘴里说出来, 他说不管他多大年龄, 他也快七十人了, 决定移民加拿大。 我说你不是这个爱国爱党, 是不是还是党员, 还是儿子入党啊, 女婿入党啊, 干嘛要加拿大, 你得继续在那儿爱国爱党啊。 我说这不对啊。 他说了一句话, 他说我看到身边的人都被抓起来以后, 全家人都闭嘴, 见面招呼都不敢讲。 他说这种恐惧, 他说我觉得还不如死了。 他说在死和活着, 那我觉得好死不如赖活着, 我去加拿大。 很典型啊。 今天的中央领导啊, 我真希望你们能听到这话, 不要再相信这些下半人给你们天天报好折子啊。 您们都是年轻的, 都是应该看看这个信息时代, 真实的信息啊。 香港的房价为什么一直涨啊, 宁可到香港也不待在广东清广深的。 为什么澳大利亚, 加拿大, 澳大利亚, 英国, 美国, 这些房产都疯了一样啊。 去年人家说八百亿买房, 哪指啊? 去年人家真正的调查机构, 是将近六千亿买房, 六千亿美元的。 这都是恐惧, 都是傅政华等人造出的结果。 傅政华那点钱都是弄到海外来的, 他弟弟要在英国买, 已经买了房了, 在新加坡也买了房了, 香港也买了房了, 澳美也买了房了, 美国也买了房了, 加拿大那房子卖了。 他也有恐惧感了。 所以说, 他不能把所有的这些问题都扔到东南海去啊。 最重要的是真相啊, 就是一个国家到了一万三黄金俱乐部, 这个最关键值的时候, 具备了改革, 具备了走向文明的时候, 前期还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 必须经济上的和社会稳定上的, 和司法上的相配合的同时, 还有一个希望, 也就是总说一说中国梦。 这个希望不是一天能形成的, 不是哪个领导人的承诺能做成的, 现在是完全是以假制国呀, 假食品, 假医药, 假理想, 假宗教, 假爱情, 假服装, 啊, 什么不假呀? 我在, 我发生这事情两三年来, 我妻子和女儿, 没找过任何人。 我们不想跟任何人麻烦, 也不想签了任何人。 但是, 有些, 真的有一些朋友, 真的是, 我在这我想, 有些人听懂的, 没有我这朋友的帮忙, 我儿子出来, 我欠我他们一条命。 没有这个他们的帮忙, 我妻子和我女儿, 早就被他们给弄死了。 很多人默默地帮忙, 包括对我父母的照顾, 包括我这些, 我这公司最伟大的员工, 几乎, 没有人被他们的公司。 就那种的威胁, 那种流氓的手段, 大家都坚守在岗位上。 这就说明了中国还是好人多, 善良人多, 有理想, 有正义的人多。 但是, 这就是为什么, 我说被这些盗国贼们, 一步一步地将这些善良的人, 爱国的人, 真正的是社会本领的基石, 推向了另外一个极端。 这已经不能用任何政治学, 和政治经济学, 社会关系学来形容了。 如果郭文贵的事件不能成为任何一个有良知的领导, 冷静地去思考的一个案例的话, 还要封闭, 瞒, 太可悲了, 国家为此付出代价, 郭文贵的家人为此付出代价, 社会为此付出代价。 我希望郭文贵的事情成为一个好事, 不是坏事。 郭文贵所有做的事情, 没有任何目的向国家拿一分钱, 没有让国家给我任何一分名义, 我不要, 我也不要你的官位, 我要什么? 我只要一个属于公民的基本的公正, 和公民基本有的司法给予的依法的一个公平, 这是公民应该拥有的, 何况我现在不是中国公民, 家里不是中国公民的。 就这点简单的要求, 这是起码人的, 人的性的要求, 人权的要求。 这过分吗? 这不过分呢? 我们中国现在一个最大, 第二大经济体, 我们全世界在依靠着我们, 在看望着我们, 我们连这点要求都没有吗? 希望不要当猪当狗, 把我们当成人, 给我们一点人的安全感, 人的尊严, 让我们这个家, 赖野生存的家庭, 有一点点欢笑, 不要像我的妻子一样, 一夜白白头, 三年如十年都帅了。 女儿, 二十几岁的女儿, 成了一个, 从艺术学院连这个素数都不读, 不懂的人, 完全没概念, 学导演的人, 尽量管理企业去了, 孩子一天哭三次。 这个社会用眼泪能培养出GDP吗? 用鲜血能培养出GDP吗? 用李友换脾丝肝能培养GDP吗? 用李友和人民银行的, 范英辉副航长这种上海银行的利益, 掠夺能换来GDP吗? 用黄燕的那怀孕的小手能摸来GDP吗? 用北大的朱山路先生和王仁克先生, 送一些女学生能搞来GDP吗? 用北大培养的那些律师利益集团, 能给国家带来GDP吗? 这些人能给国家带来稳定吗? 他对老百姓有什么帮助啊? 社会的生产价值和生产力, 会因为他们会成长吗? 给我来一杯。 给我来一杯。 所以, 你看我们社会, 这个文贵接触, 揭发了一个正在让社会变成了灾难的癌细胞啊! 黄燕女士, 王恩格先生, 朱山路先生, 张学冰先生, 海航陈锋先生, 王健先生, 这个国家这样下去的结果是什么呀? 这个社会下去是什么呀? 说这些人是小数吗? 这些人的危害绝对是大数, 癌细胞是身体里面几千亿分之一, 但绝对帮你身体给你回家, 不是你脸上长得胖那般你死人, 是癌细胞扩散死人, 这就是和平相说的中国式病毒啊! 现在有多少的怨恨, 咱是不是多少的憎恨啊? 多少的不稳定啊? 这就是人心的心埋, 导致了政治埋, 文化埋, 经济埋, 然后天气埋, 各种埋呀! 谁还愿意维护这个家园, 维护这个国家, 维护这块土地呀! 没人哪! 因为大家没了希望, 因为大家都看我们这样的人, 结果都是这么惨! 这个传染力, 这个癌细胞是多大呀! 傅振华就是一个典型的癌细胞, 北京市公安局就成了一个名副即实的会议社会啊! 傅振华先生一日不倒, 郭文贵就会把这个所有的事情天翻地覆! 咱们拭目以待! 依法治国, 郭文贵要求的一定要是从傅振华先生开始, 从北京市公安局开始, 从你的刑事组的江良栋开始, 从中纪委的专业主, 中纪委员开始, 中纪委我太熟悉了! 从以官员的楼, 从一楼, 我闭着眼睛, 我蒙上眼, 我能走到楼上去! 那个楼, 盖楼都是腐败的, 盖楼的人不能抓, 刘志华当时是, 还有这个, 这个黄儿也是啊, 关键人物啊! 还有那规划书的书场啊! 那中纪委的楼呢, 从开始拿地, 盖楼, 发包, 楼下的那中纪委小餐厅, 还有六楼的那六室, 七楼的七室, 八室八层, 那每个室的台子都充满了腐败! 黑暗! 那是个毒瘤! 虽然是领导, 一大量大量办公, 但是那个地方, 每一秒钟都在产生腐败和丑陋! 中纪委专业主的人, 和傅政华先生这个纪委家公安权力大关天的这种专业主, 咱们一定记住, 郭文贵你随时给把我杀了, 你把我全家杀了, 只要你郭文贵和全家灭不了, 咱们就是一定会战斗到你! 你可以把别人给吓死, 出师哥你出名了现在, 网友现在都老再见你, 没结婚, 没恋爱, 身高一米八八, 激动! 我现在就是, 听到声音了吗? 拳拳带风, 脚脚带风, 我每天亮着就在傅政华先生, 有本事咱们单挑, 三回合我让你还喘着气, 我就让你把我脖子搁下来, 我现在我觉得我一拳打到北京去, 我就把这傅政华先生砸死了, 我看到他在会上还在那块儿, 装神弄鬼, 还在那装神弄鬼, 黑暗! 我们拿出那种证据, 傅老三里的原话录音, 傅政华的录音, 傅老三里, 傅政华你和傅老三里, 你们还能活着, 还不被抓, 还不被调查, 你让我再相信任何有所谓过去的公平, 司法公众, 我都不信了, 你们让我相向而行, 相信领导这个腐败的决心, 傅政华先生都这样啊, 收了钱有证据, 录音原因有证据, 对我们这个李柔的抓谱, 对我们家人抓谱事实, 对我的员工家人虐待事实, 不抓, 不弄, 而且还让他天天出现在最高级的什么一带一路, 还有这个北京的这个两会上, 还要露脸, 谁是保护你的? 傅政华不受政法, 谁相信中国事法与公正? 谁相信呢? 那被抓在秦城的, 关在监狱的这些人, 他们心里能服吗? 不会服的, 为了一个傅政华, 得罪天下人, 失去天下所有政共产法的心, 一位检察官, 叫我说, 文贵你可以大胆说出我的名字, 我傅政华在北京当公安局副局长的时候, 我就像中央写过傅政华的这个人, 怎么玩弄中央电视台的女主持人, 怎么像中央电视台的女主持人许诺, 怎么娶人家, 怎么跟他老婆结婚, 没人理啊, 人家喝着身官啊, 说你实名, 你说我说的, 我不能说, 这位检察官, 我绝对不能说, 文贵保护爆料人, 比保护自己的生命还重要, 你说的这些事情, 我都知道, 我掌握的傅政华的资料, 我已经给北京了, 比这多得多, 我在这个视频中没爆料, 我许诺过, 我先不报, 但是现在如果再不正能, 那我就报, 那我一定会报的, 那有些相关的领导就不好意思了, 那这我不是想报你呢, 我是报傅政华牵涉到你, 那就跟我没关系了, 那我没关系了, 傅政华这个人不被抓, 傅老三不被抓, 傅老三那几个小老婆, 还跟他现在还活着呢, 又买了新奔特利了, 又买新车了, 还敢弄呢, 傅政华先生的老婆李晶女士, 现在去家店, 包小男孩, 小鲜肉, 傅政华先生玩明星, 傅老三包几个老婆玩明星, 音乐,音乐家, 钢琴师, 不是那个琵琶师, 然后让我们家人, 遭受如此的恐惧, 威胁, 都半死不活, 然后他们天天还反腐, 天天还抓人, 他们调动武警的快感, 警察的快感, 抓人的快感, 那警察抓我们员工的时候, 说昨天晚上, 这个出去玩的, 没出去, 就当成说今天抓人, 17个人, 跑了一个, 就把我们当猪狗啊, 这种变态的机器啊, 中国私人企业家的悲剧啊, 中国所有创业者的悲剧啊, 任何有脑子的所有人, 你们想想, 你们的儿女, 没成功, 欠人的钱, 天天累死, 当有着成功的时候, 人家要弄死你, 害死你, 人家害不死你, 弄不死你, 累不死你的时候, 诶, 让你, 叫做, 像内阳事件一样, 被嫖娼死, 强奸女员工死, 再不行给你弄点毒, 弄不死。 你说你成功干嘛呢? 更夸张的事情, 大家都知道, 现在说话都得死, 说不对话, 我们, 我现在出来话, 要在这个国内说, 已经死了, 为什么现在北京大街小巷, 连东北, 广东, 福建, 那些社区的大姨们, 大妈们, 清洁工们, 都在听文贵的语音呢? 听了一遍又一遍呢? 为什么文贵现在每天的十亿的点击量呢? 为什么两千多万的YouTube的观察量呢? 文贵说的话, 是老百姓听得懂的话, 现在我们很多官员说的话, 老百姓听不懂, 相向而行, 像咱那外交部的王部长一说话就是指着鼻子, 然后就是大声利恶, 是不是? 像这个陆康扭着钉哼哼哼哼走了, 憤怒, 傲慢, 我们这人都, 穷人都是猪, 是不是? 是该死, 还没审郭文贵呢? 就像他审了我, 我就有罪了, 发一个狗屁骗人的红通, 就像得罪了陆康祖宗一样, 就把郭文贵就处大仇身了, 给全世界人民为敌, 什么外交部? 不就是个叛国部吗? 看看一带一路, 你外交部干了啥呀? 你有哥们, 有朋友们, 带谁去了? 我郭文贵当外交部长, 我百分之百不能让美国, 英国, 欧洲这些国家的人去, 你叫谁叫什么? 骗了, 使劲儿骗, 假宣传, 假外交, 假货币, 假食品, 假医药, 假忠诚, 最后一定假到你孩子身上去。 使劲儿骗, 使劲儿骗, 公安部现在在抓凡夫, 看还有几个人活着, 在公安部出去了, 你们把这个马建副部长给设计了, 把张岳给设计了, 是不是? 该轮到你了, 现在傅政华先生已经活着, 你看着, 你要能再活, 傅政华先生, 本人今年48岁, 我在等5年, 我才多大呀? 我才53岁, 你傅政华5年, 你干什么呢? 我等, 我得等死你, 你傅政华, 国家没公正, 国家没法律, 你和傅老三继续, 是不是? 玩弄美女, 玩弄明星组织人, 跟黄燕这样的人继续在熊湾区, 是不是? 在这个北京副中心, 通舟区, 搞大钱, 你还能跑出国外来呀? 你跑出中国国外, 全世界人民都会把你吃了! 我们这存衆当中, 有多少人都被你害的, 欺利子善家伙人吗? 流落海外呀! 甭说别人, 像高玉女士这样的人, 七零九律师的家人, 雷洋的家人, 徐明和李明的家人, 我们会把你吃, 酷吏, 你这种警裤, 穿着警服的真心的流氓, 那个月文海是搞钱, 当白酒套, 去了中南海, 去了国防部, 去了中主部, 去北京市, 才才跑来跑去, 然后跟这个徐子军利用民族证券, 和李友, 方正证券洗钱, 然后跟你们这些人弄在一起, 然后你们这些人都通过中央中南海, 你说这要钱有钱, 有上海银行, 有人民银行副行长, 有北京银行各个银行长, 有各个所谓的不良资产公司, 我这一堆子, 不良资产公司让你们洗钱, 我哪天要公布的老百姓, 绝对给你们造反, 咋把老百姓钱给骗走? 然后, 再有批规划增加融基率, 然后潘石屹, 又可以, 在藏杆街上, 把一变成了五, 把五变成了五百。 你说这个社会, 黑暗啥, 天天在主席台上讲, 相降而行, 这个为人民服务, 真是为人民服务的雾霾啊, 是服务的雾霾, 你会在PRO2.5, 然后叫老百姓吃上, 喝上假牛奶, 然后吃上假食品, 然后假司法审判, 这还有哪有老百姓活的地方? 你们就真觉得这老百姓, 就永远这样子忍忍下去吗? 社会的基因是家庭, 家庭基因是母性, 和姐妹女性, 所有人现在成了, 你们是打击所有人, 都要把生殖器上去, 通奸党, 通奸商, 被强奸, 被嫖娼, 大学生雷洋, 就被嫖娼, 十几分钟死了, 郭文贵成了通奸商, 所有的党员抓进去, 全是通奸党, 就你们这些人, 傅振华这些人, 你们这些人, 就手里握着机器的人, 哈, 没事, 向今国抓进去不到24小时, 一百多个女人被玩弄, 六个情妇, 十几个孩子, 马建峰长被抓起来, 六个师生子, 几十个情妇, 钟永刚被抓起来, 几十个情妇, 几十个孩子, 令计划抓起来, 几十个情妇, 几十个孩子, 玩遍中央台, 什么百姬王, 千姬王, 胡舒立女士是天天在电视上, 把所有的东西, 百姬王,千姬王, 玩弄千姬女性, 然后, 这又开始了, 然后, 现在是, 黄燕女士, 小手的事, 没事, 天天在这儿搞睡午觉的事, 没事, 胡舒立女士天天找鸭店, 没事, 你看看, 打手, 语言打手, 金钱, 海航, 洗钱, 房地产, 批容纪律, 疫药全垄断, 老兵全弄死, 然后被通奸商, 被通奸大学生, 然后被律师全都上天市, 你说这还, 这还让人有发活吗? 怎么有正能量呢? 怎么社会能和谐? 怎么能相向而行呢? 最后都行了你家保险柜去了, 都要跟你上床去了。 我今天, 到现在, 之所以说, 我还是收着忍着, 我要再次重申, 我尊敬, 我向老领导承诺, 我爱这个国家, 我爱这个民族, 郭七条的原则我不会改, 但是, 想让我闭嘴, 想让我今天把福利华信放过, 绝不可能。 绝不可能。 任何一个人想说福文贵, 想想, 你的女儿, 你的儿子, 你的母亲, 你的员工, 你的同事, 你的朋友。 我的女员工都四十几岁的人了, 被顶在墙上, 拿着墙顶着音道, 说信不信我给你蹦一下? 过去拿手摸, 我知道, 这是我昨天的原因。 福生华想, 我跟你前世无仇, 后世无缘, 就为了几个钱, 就为了你恨马建福部长, 张岳书记, 你就要把郭文贵, 把他们的朋友全部铲掉, 把我家人也灭了。 你弄着一两百, 一百五十个特警, 带着冲锋枪, 带着钢盔去抓我这些, 老弱病痰的家人的员工。 我那一个才十八岁的女孩子, 叫你们打着到现在耳朵, 听不见。 你找那女员工出来, 被强奸女员工出来, 你咋不让她出出镜呢? 然后你们录制了这种单协视频, 被强奸女员工视频, 然后呢就说什么, 给我杀日本人, 然后给我发红通, 然后在网上给我造那个谣, 所有参与这些事情的五毛们, 还有具体执行者, 虽然你们是公务员, 执行工作, 但你们一定要记住, 这是雪仗, 有一天上天, 一定会惩罚你们的。 如果你们认为这是真的, 你一定要这么做, 因为这是要, 匡复正义, 给社会公正, 真相。 如果你明知道那是假的, 明知道是陷害, 找一个妓女站在那儿, 说郭文贵强奸了她, 还早歇, 让马建福部长一个三十年的国安, 瞪着点在那儿说瞎话。 张岳先生判完了, 跟我郭文贵有半点关系吗? 所有伙议说的, 跟我有半点关系吗? 到今天为止, 有一个人敢站在那儿说, 过去的博训和胡舒立的报道, 一件是真的吗? 郭文贵从爆料开始到现在, 有一件是假的吗? 所以, 文贵的心情, 文贵听到, 文贵看到, 我太不希望发生的任何一个中国人的事。 任何一个人事。 我三天前, 我给老领导说, 我提四条建议, 我希望将盘古大关捐给国家。 为什么? 盘古大关, 从建设初起, 它规划在了奥运村的, 我是99年买个地, 2001年才有奥运会。 是我预测的奥运会一定来, 它一定会在北京这个地方发生。 我放在, 结果是在右侧, 叫左青龙, 右白虎。 你让青龙高万尺, 不让白虎高一旁。 白虎什么意思呢? 就是权力的一个核心。 当官的人, 就像咱们这个中南海, 是在天安门的右边。 因为那是运作权力的东西。 发财在东南角, 所以北京的东南角就是CPT, 因为那是发财的地方。 所有的当官的军队, 军权, 政权, 中南海, 还有西边万寿路, 还有咱们的这个西山, 玉泉山。 当然了, 当官人死了, 也去八宝山。 那么盘古就落在了一个, 整个中州路是以毛主席纪念堂英雄纪念碑, 往北来的, 到鸟巢。 鸟巢是左青龙, 水立方是右白虎。 我们盘古就立在那儿, 右边。 这个龙立在这儿, 它就是个权力的东西。 我一开始不信了, 是迷信了。 后来是龙卷风, 摔死人, 娘娘妙的事儿, 还有我们挖出两只蛇。 后来刘志华副事长的事儿, 然后奥运会的召开, 然后马建副事长的事儿, 然后我的事儿, 然后北大的事儿, 你看看, 天天折腾, 这个地方就是折腾。 我说这个地方谁也押不住, 给国家。 我爱几个爱国, 我说发的那些。 我不是坐在那个官宇上, 主席台说爱国, 全是让我爱国, 你们付钱。 那些主席台人士, 他爱国, 让老百姓给他为爱国付钱, 付百亿千亿还要能力。 我爱国, 我真的用生命换来的财富, 我给国家。 我爱国, 我给国家钱。 这是完全不同的。 所以说, 我说, 所有剩下的, 我们一共一百八十亿的债务, 专业主说评估是七百亿, 我们原来评估是一千二百亿, 我们对此, 我们可以进行评估。 捐给国家之后剩下的东西, 该还谁还谁, 文贵不追求任何财富。 这是我庄重的承诺。 第二条, 很简单, 我们的员工必须抓你回来, 他们已经被关了两年到三年了, 李友的罪行比我们每个人都大十倍百倍, 五罪四罚十六个人, 叫立功, 让他回家。 郭文贵是立了三次一等功, 你不让我的员工回来, 家人回来。 李友在里边立了所谓的同案犯的功, 让人家回来, 天下岂有此理的。 为啥不能让我的员工取保啊? 为什么不能依法审判呢? 他都鸡押器超过两到三年了, 我的吕陶, 我的杨英, 我的赵广东, 我那盛瑞刚, 我那谢洪林, 家人都快崩溃了, 刘洪志快崩溃了, 为什么不能让他回来呢? 这是我第二个问题, 依法审判尽快保持。 第三个事情, 郭文贵的爆料, 我以国家利益为主。 但是, 想让我避谁, 不可能。 我向崔友, 已经正式的宣布, 郭气腸我是永远会建立下去的, 除非我说郭气腸你不同意, 那咱们就杀人, 你为啥不同意? 我永远不会藏入政治, 也不会藏入政党, 但是我郭文贵的郭气腸一定会走下去。 最后, 我给领导说, 发自内心呢, 我希望我能自由的, 让我的家人, 员工们, 现在几千人被变故, 自由进出。 全人类都在看你们, 说话算不算数? 不要再用这种老糗的事项来制作了。 我的妻子女儿来, 我向崔友说, 谁能做到郭文贵这样的水平, 敢这样说, 出来我还回去。 为什么? 我还相信这老领导, 我还相信, 批示我妻子女儿出来的这个领导, 我还对这国家有信任, 有希望, 让他们回去。 如果你瞎的回头, 不让他再出来了, 那咱就另外一边去了, 让全世界看看, 这个正确是怎么骗人的。 我还拿我妻子女儿的生命, 来去独一把我信任。 我郭文贵的有什么事? 我说, 我要有罪, 你们给我判吧。 没罪, 你必须让全世界公布, 我到底有没有罪? 这就是我的要求。 这事不能老拖下去了吗? 我的全世界新闻发布会, 已经准备的, 已经这样了。 任何情况下, 全球发布会不开是不可能的。 现在要求我不开全球发布会, 不再爆料, 那不可能了。 拿什么交换? 你把我现在郭文贵的活着, 都不可能改就是。 过去的几天, 所发生的事情, 我在这真不能说。 因为不到时候。 我必须要保持着, 我多年来, 从来没向国家说过一句话。 没向朋友, 这领导说过一句话。 谁敢指出来, 我愿意承担百倍千倍责任。 我要保持着我的荣誉和信誉。 我这个反贪英雄, 我要保持着我的名义。 我再重新一件, 我对政治, 对利益, 对民, 半点儿兴趣不敢。 我只对正义感兴趣。 我只对我们这个草根, 被受到了欺凌和欺负感兴趣。 对中国的民营企业家, 受到这种不公正的待遇感兴趣。 对这些, 这些真正的精英们, 被这种陷害, 迫害, 不管是老兵, 易祖宝, 范雅, 雷洋事件, 还是高瑜女士的事情。 我对这感觉。 文贵永远不加入任何组织, 不会成立任何政党。 我昨天说了, 推特党, 他只是个名称, 别人来当主席, 别人来当主席, 我提供资金支持, 我提供信息支持, 我提供社会关系支持, 但我绝不参合。 我真的欠我这个家太多太多了。 太多了。 很多话我在这公众场合没法说, 我希望有机会慢慢地说, 或者我在明镜第三期的时候, 第三集的时候, 我们再说。 今天我们开很重要的董事会, 还有就是中东的, 我这几个兄弟, 就是来看我太太, 我女士来了, 飞机, 这个很快就降落了, 十一点到。 然后后天, 还有这个中东一个国家的, 这个野兽皇室, 来看我提供的女士来了。 我得接待人家, 我要做好准备。 今天, 给大家这个说了这么多, 这个, 我把我, 文贵, 就是要真实的故事告诉所有人。 至于说, 我能不能带来一些集体的和影响, 我就是想把真相告诉同胞, 告诉我们这些草根, 告诉我们这些年轻人, 不要忙来忙去, 最后一天你发现, 你是给人家忙的, 不要忙来忙去发现, 因为你的忙活, 人家会惦记他们。 也不要让这些私营企业家, 很年轻很忙的半天发现, 你老婆孩子让你给惦记上, 然后你钱让你给惦记上, 你爹妈让你给惦记上。 不要因你的努力而生祸, 不要因为你的成功, 而给家人带着灾难, 也不要因为你的勤劳, 让你身败凌厉, 或进入大域。 让中国少一个徐明和李明的事情, 少一个雷扬的事情, 少一709和老兵, 范雅, 一珠宝, 高游女士的事情, 这是我们的最先, 其他跟我没关系, 我一定会使得路走下去。 推特世界真的有威卵, 真的是有权力, 这里有智慧, 有正义, 有未来, 有希望。 我认为中国人的推特世界里面, 提前可以实现, 一亿万三千美元的GDP黄金调度, 因为推特世界的绝大多数朋友, 都是有水平的, 也有文化的。 连文贵这样没有文化水平, 都得到了你们的包容, 得到了你们的真诚和关心。 这是用言语没法形容的。 推友们, 我再次地说, 如果你们今天不能做什么的人, 要想想你的妈妈, 我此时最想了我父亲和母亲, 最想我的哥哥嫂子, 最想我那些老员工, 还有这些现在正在工作的员工这些孩子们, 珍惜身边的每一个人, 有时间跟他们拥抱, 有时间跟他们聊聊天。 周末的时候跟家人吃顿饭, 天塌下来, 不要被造借口。 昨天你说一晚上, 我看着我太太, 这种感觉真是跟新婚一样, 我给她开玩笑, 我说真是觉得跟新婚一样。 我太太一直哭抱着我, 一直哭。 真的, 推友们, 发在内心呢, 文贵希望你们千万疼自己的家里的人, 父母, 还关心身边的人, 不要做后悔的事。 生命很短的, 活一百年的三万六千天, 大多数人也就活八十年。 所有能听到这个声音的人, 没有人在能活超过三万天的, 也都是一万多天的命。 珍惜自己的, 拥有的, 在追逐你那想要的。 去孝敬自己的父母, 见一次少一次, 帮助一次, 孝敬一次就少一次, 都没多少钱。 爱护自己身边的人, 好好让自己的孩子们, 别让他们为了钱而奋斗, 别为了权利奋斗, 别为了人能奋斗。 中国这十几亿人, 现在这个政治的大奋坑, 别让这些孩子碰这个政治权, 名利权, 千万别人, 结局好得不多。 我认为最幸福的找个大山河玩具, 去当农民去, 是最幸福, 最幸福的事。 别吵, 太残忍了, 太可怕了。 我昨天, 到前天, 我就是没法出现。 那种等待, 那种盼望, 听到他们讲, 看到他们哭, 看到他们眼泪, 看到他受人心的样子, 看到这个人已经被扭曲了的样子, 听到一个故事, 我那赵广东的妻子, 跟他浪漫的不得了, 每次给他先生买衣服, 那个衣服买完以后, 他在身上自己先穿一碗。 穿一碗上, 叫律师送你, 告诉律师说, 你告诉老赵, 这衣服我全穿过了, 被我给他提温。 他也是警察出身, 六十俱飞的人都拿, 儿子在新加坡读书, 结婚了, 拜人老婆现在出境不让见, 人家生了孙女了, 到现在不让见。 他犯什么法? 他犯什么罪了? 一个六十六岁的, 一个干警察出身的人, 他干什么事呢? 你们把他打成那个样子。 结果他老婆每天, 把衣服穿完以后送去, 你说我太太跟我讲了故事的时候, 我该如何说? 我儿子哭了, 我女儿哭了, 我太太哭了。 我都不知道我这个赵广东出来, 我该怎么面对他? 你跟了文贵, 我认识他, 我十一岁啊, 我认识他啊, 我十一岁啊, 他是东北, 当时判斥的一个警察。 后来是, 就我一句话, 跟我来吧, 吃掉就是他, 就当了我是保卫部的老祖, 一直跟着我三十几年。 结果因为我被弄到监狱去了, 结果人家的孩子也不能见, 孙女也不能见, 老婆是这个样子。 这叶宁律师呢, 他不给我拿纸巾呢, 赵岩先生, 你这, 哎呀, 哎呀, 这今天成了眼泪锅了, 不能说了, 一说, 我估计推友现在哭的特别多, 这两天推友们跟我说了好多, 说看不上的哭了, 我特别感动。 一个老兵, 哎呀, 给我发个照片, 我看了我真的, 我一下子就忍不住了。 一个老兵啊, 给我发个照片, 这位湖南的老兵, 叫我真的是, 跟我的赵广东是同龄的。 但是, 我相信我们这个国家有希望, 我们的努力, 推友们的这种, 越来越坚强, 越来越团结, 我们一定有希望, 会有属于我们中国老百姓的, 有阳光的, 有正义的。 这一天, 我们的儿女, 绝对不可能, 再成为, 像现在的一个子, 随便抓, 随便欺负, 随便弄死, 随便被猫猫属, 随便就被嫖娼死。 一定了, 这就是我们的方向。 如果任何一个推友, 你们一定要想想, 不要老在推特上, 广发表意见, 我们要行动。 我们一定要做到, 我们想做的, 我们一定要努力。 只有大家一起行动, 才可能发生。 广靠文贵是做不到, 文贵也不管用嘴说, 我要行动, 我崇尚的就是行动。 行动力是解决问题的一切最好的钥匙。 必须行动, 不要有恐惧。 一旦所有的人迈出一步去, 大家敢站到大街上一步, 再敢第二步, 第三步站在马路中间, 有两百万人, 三百万人, 我不相信谁敢, 三百万人全给捏死。 我绝不相信。 我们老百姓, 谁的儿女, 家人受到欺负的时候, 我们一生命下, 要求司法公正站在马路中间, 谁也不惹, 谁也不碰, 这是我们公民的权利, 难道不可以吗? 你们不用再把自己的衣服穿了一晚上, 送给你们的老公, 送给你们的儿女儿去, 用体温送到看守所去。 我们的员工多浪漫呢? 六十几岁了, 人俩还玩热浪漫呢? 这就是, 你看看我昨天, 我这个妻子的女儿来, 我现在兴奋的都不行, 我每秒钟就兴奋, 真的像新婚一样, 久别胜新婚, 我这是久别超新婚了, 但愿所有人, 不要用这种残酷的方式, 让你感受一再次的新婚的感受。 所有的推友, 我希望你们身体健康, 家庭和谐, 而且要勇敢坚强, 行动, 行动再行动, 文贵和何明在一起。 我们全球发布会的时候, 会有更多的新点。 感谢推友们为文贵和家人们呼吁, 我妻子和女儿一直站在那边, 一直告诉我说, 一定要带他们, 因为他们不愿意, 这个私人生活受打扰, 一定要让我向大家表示感谢。 一定, 我代表我妻子又兴致, 女儿过美, 儿子过强, 向所有的推友们, 对你们我家人的呼吁, 对我们家人的这种帮助, 看这都在哭, 都是比你把泪一把, 今天是哭声一遍, 昨天是哭声一遍, 眼泪。 还在哭。 哎哟, 这一点受不了。 文贵的一声, 精彩的一声, 充满了眼泪, 兴奋, 音乐及感情。 再次代表我全家, 向所有的推友们, 对你们对文贵的家人的呼吁, 和我员工的呼吁, 和我员工的家人的呼吁, 表示衷心的感谢。 当你们有今天的时候, 幸运为文贵, 一定会跟你们站在一起, 不仅为你们呼吁, 会为你们付出一切。 谢谢文贵, 谢谢崔英文, 再次祝大家身体健康, 万事如一。 一切都是刚刚开始。 谢谢。